今天的依资国股推介是海峰国际1308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华组减选原因 就是航运股上半年业绩优秀 预料下半年的盈利表现维持强劲 各类航运指数持续上升 5加上第四季就是传统旺季 预期运价向好 就是这个运价上升 航运股会看好海峰国际 海峰国际上半年盈利 按年增加3.1倍 好过预期 中期息是每股1元 按年增加3.5倍 派息比率增加7个百分点 去到7成1 走势上 海峰国际今年来沿着上升轨 反复走高 下半年运费有望维持 高位之下 后市预料会继续沉顶 策略上有货者可以继续持有 没有货者可以留意30元以下的收集机会 目标价36元 跌穿28元就减持 下半年运货者 掌桃 更多的 逅换 下半年运货者 确定 掌桃